8月17日,泰格豪雅探空逐月文化巡展西安站节目仪式正式开启 泰格豪雅品牌大使Angela Baby洋颖 以一身白色鞋尖长裙两项活动现场 显得格外优雅动人 当天正值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 Angela Baby现场也和大家共同分享七夕的起源和故事 探讨月亮与人类的关系 畅想月球背面的景象并展望探月工程的未来 而这次再度来到西安 Angela Baby也感触良多 好难在西安 然后对西安的印象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古都 也是唐朝的首都所在 据了解 本次巡展将展示泰格豪雅的品牌历史和中国航天的探空装置 并提供可互动体验的登月游戏 巡展节目现场 Angela Baby代表泰格豪雅提交了嫦娥四号月球车的真名 旋兔号并接受中国探月工程授予的荣誉证书 而探计探月工程Angela Baby也表示非常喜欢探索宇宙的奥秘 其实我对宇宙的那些秘密啊 或者说是探月工程都是非常的好奇 也是非常的喜爱 希望中国航天区可以把探月这个工程做得越来越好 据悉 泰格豪雅与航天事业颇有渊源 未来泰格豪雅也会继续助力中国探月工程缔造更多传奇 非凡娱乐北京报导